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5月17日星期四 我们来到游塘地铁站A2出口 从这边出去,向游塘那边进发 出口后,在右手边坐右边楼梯 马路向前走 马路向右边走,比较安全 容易走 我们来到游塘三家村 这里有洗手间,可以方便一下 才正式出发 游塘三家村起步 我们今天走的是韦逆顺敬的第三段 我们今天的脚位有李sir 和我自己两个人,二人行 好,努力 游塘场过来,对面马路 走前一点,转左路口 开始出发 游塘巴士总站 过了巴士站的班马线 继续向前面走 继续向前面 高超道 向前面有个路口 华永转右上 好,这条斜路上 这条斜路其实都挺斜下的 走了这条斜路大概十分钟左右 就来到这里有个牌 写着 韦逆顺敬 由这里过马路楼梯上 上来较高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鲤鱼门 和对面的鲤鸡湾 西湾河 就是维多利亚的东面海港 也可以看到旧的契德邮轮码头 现在新的就是邮轮码头 旧契德机场 半堂一大 背景高的是飞鹅山 现在这条下面就建了很多公屋 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就继续向这边上 就可以了 就不用转右 这条仍然是韦逆顺敬 继续前行 不用转左 走一段小斜路之后 上来就看另一面的风景 那边就是南湾半岛 就是小西湾那边 它的右手边 就是柴湾那边 现在你看到前面的岛 就是东龙洲 面前一大堆 就是将军澳 然后继续向前面走 今天的阳光都挺猛烈的 但是因为沿途 偶然有些树荫 就晒一下不晒一下 就比较舒适一些 而且有树荫的时候 也有微风的 今天天气其实都挺高的 这些温度 刚才看到那个山 就是五桂山 一会儿我们就会上去那里 我们起步 走了48分钟左右 由这个游堂的游乐场 下来到现在这个位置 这条不知是否叫奥景道 过马路 向前面的路 左手边有个位置 上五桂山 这个就是上五桂山的上山位 现在一路都在上石级 在上五桂山的途中 起步之后 走了1个钟头 这边可以看到 将军澳那边 这边可以看到 油堂 和南田一带 隐约可以看到这个 麗港城 很远很远 看到中环一带 IFC 太平山顶 这边 就可以看到 ICC 和九龙 那边 上前面这段路 就到到五桂山的山顶了 最后 上到五桂山 这个标高柱的顶位 稍后 稍后 休息之后 就会在前面那边 下去 在五桂山顶 远望过去 这个就是 安达神山 这个就是 飞蛾山 很远很远 我们看到 这个 就是大金钟 马安山那边 那边 这边 全部都是将军澳的楼 楼 那个尖尖的山 就是钓鱼翁山 他的左手边 扁平的就是 廟仔墩山 右手边 另一个山 就是田下山 这边是清水湾半岛 很远很远那边的山脈 就是西贡 现在向前面那边 进发 来到这个交界位 左边就是南田公园 下去 继续在右手边 违逊 正式进入 落伍桂山的途中 今天阳光 真的很猛烈 有太阳曬着 没得遮阴的地方 也挺适合 所以 热天行山 其实真的 有些 如果没有东西遮阴的地方 尽量避免去 很容易中暑 现在都未到最热 来到这个分支位 转左 下楼梯 这条楼梯 应该在上面 转左 落回来的位置 顺敬 但是我刚才一下 不注意 就在前面 前小小 大概20公尺 左手边的楼梯 落了来 其实都是殊途同归 都继续向这一边 这样去的 下完刚才这楼梯 走了一阵 之后 就出到这里 马游堂村 好似是叫做 一会儿 马路 就是宝林路 要过马路 过去对面 继续走 继续走 起步之后 走了两个小时 现在呢 出了这个 宝林路 在这个艇里 休息一下 前面绿灯 进去 这个叫做 翠林路 在翠林路 向前行 前面这个路口 叫做澳头的地方 转左进去 去到这边 跑到这边 就出去了 这边 到这边 这边 就出去了 就会经过小夏威夷 走到这个位置 走到这个位置 走到里面 走到左边 然后有楼梯上 听过这边 有小夏威夷之称 走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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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 有路牌指示 就是小夏威夷径 转右了 我们由 违逆顺径 出来 继续前行 总结今天 由油塘 起步 一直到井栏 这段路 路径 有些分析 首先第一段 华永的路 上斜路 也挺斜的 一路上去 上五桂山前 平衡回路 下回报警路 跟着上五桂山 全日的气浴 有楼梯 有泥地 是比较上 算是全段 较为辛苦些 下完五桂山之后 就很平路 出回奥头之后 主要是上斜 现在再出到井栏树 大斜大落就少了 差不多都到了 这段应该属于 如果冷天走 就是二升 但热天都属于三升 主要是气温问题 太阳也很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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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暗日没有太多人走 都相当清静 都相当清静 快要出到清水湾道 这段时间 今天由唐三家村 游乐场起步 走到清水湾道 这个终点 就是井栏树 走了两个半钟左右 完成今天的脚程 这个就是慰逆顺境第三段 出到来 坐车 出回市区 完了今天的活动 再会 出回市区 给你 进出回市区 好 你 马上 没